各位果迷 您好 今天我们又试新东西 试什么呢? 很普通的 火龙果 这款是先人掌科植物的火龙果 台湾来 用有机方式栽种 开一个 有什么特别 是粉红色的 也不是红色 也不是白色 是粉红色 可能灯光 不是看得很清楚 这款火龙果有什么特别? 第一粉红色很稀有的品种 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还有 它是比较难栽种 让我试试这一批火龙果 行不行 吃 它比较白肉火龙果 甜 但没有到红肉火龙果那么浓味 但是很特别 带有淡淡的梅里花香 是不是梅里花呢? 试试试 是 很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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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没有 火龙果 本身那么烧 但是 又好像有点像 麒麟果的黏度 很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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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 再试试 嗯 对 是梅里花香味 很香 很清新的感觉 如果大家没试试 不妨试试 我觉得它刚刚下机 味道是最甜的时候 我想过多几天 叶子焦点 会更甜 我常常教别人 选火龙果 不要选皮肝肉滑 因为皮肝肉滑 根本未熟 不够甜 再焦点 应该会更好 今天介绍 粉红佳仁 台湾粉红佳仁 粉红佳仁 粉红色火龙果 多谢